世代会副主席黄达翔关心美轮地区排水问题 以及三啸人行道的改善计划 他提出最近几次台风大雨造成化道路一带淹水进民宅 而民众的财产损失黄达翔要求施工所尽快改善周边的排水设施 花莲市的化道路、求伦路和东华大学美轮校区一带地势斜降低洼 一遇大雨容易成为淹水的重点区域 世代会副主席黄达翔特别在定期大会中提出质询 是因为海魁台风造成我们化道路的民众的淹水问题 中心路与中美一街还有求伦街等等 比较严重的淹水方面 经由多次会康后有一些解决的方案 那也希望说这些方案能够落实 也能够彻底解决我们这些淹水的问题 不会让民众觉得只要有大雨来了以后 那我们是不是又有一些淹水产生 那希望工所对这方面的重视 另外施工所正在进行的三校人行道改善计划 黄达翔也督促工程进度 三校人行步道的改善工程 那有三千多万的经费 那也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人行步道的改善 提升我们美轮 美轮这边生活素质方面的提升 还有在我们海外台风 这一部分有一部分是有淹水的情形发生 那是不是能够借由这个步道的改善 那增加我们排水系统的功能 施工所建设课长也向代表回复相关的改善计划和工程进度 并表示会持续争取经费改善花莲市区的排水系统和人行道路的路面铺设 介入会幻市报道